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是想要谈论年龄议题 我们想要探讨的是 在不同的年龄层 这一些同志朋友 或者是一般大众 他们会在 这些不同年龄阶段当中 面对到什么样的议题 我们在法律里面常常会看到 我们会透过 以年龄当作是一个 限定的门槛 那例如说 我们可以在刑法里面看到 有18岁当作是 成年跟未成年的一个标准 那民法当中的话 则是以20岁当作是一个门槛 那在这些法律制度当中 他们透过将年龄当作是一个门槛 他其实是 很直接的去划分开 成年未成年或者是 等等相关的一些身份别 那在这些身份别里面呢 因为有法律 他太直接的去划开 这些不同的年龄阶段 那这将导致说 就是在 例如说在未成年阶段当中 其实他可能会因为 所以在法律里面他被认为是他需要被保护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接下来可能就会面对到 当他进行一些性行为或者是从事一些跟性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他会面对到来自于法律的一些影响 那由于法律里面认为说未满18岁的性行为都被认为是性侵 那其实这中间也造成了 在未成年的朋友他们在面对性的时候 其实是常常是很危险的 那在 额少条例的部分的话则是 因为这些法律他们是为了要保护这些未成年的 未成年的孩子 那由于他们认为说面对到性的这一个议题的时候 性是危险的 所以呢为了要避免小孩子能够有机会接受到这些危险的事物 所以呢他们进一步的去将网路当中的各种言论 或者是声音影像 作为一个可能被视为是一个可能会带来危险的源头 那透过这样的法条的制定 他将网路上的这些言论不停的去审查 那一旦遭到警方的恶意的去钓鱼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将这些资讯理解成是 他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危害 那接下来就可能会有民众在这个过程当中 受到警方的恶意的钓鱼 然后进入一个反复冗长的一个侦查过程 我走过了高雄游行 走过了台中游行 现在到了台北游行 是想要告诉在台北的南部人 高雄也有同志的资源 那我是一个女同志 当我对信友的渴望 我找不到资源 网路上的女女A片都是演给一系列男生看的 所以已经指甲那么长 擦下去很痛 对于很多重障的朋友 当一般的所谓的世事健全的一些学生 在可能国小六年级以后中 就有自己的一个可以触发这个身心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智慧的方式 大家的手方便 脚方便 我肯定处理这些事 但是对于很多的一个重障者 他的手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 那我们想要去帮他 那我们就一直上官司了 所以有所谓的儿少法 18岁那个时间之后 那我想要请问说 这儿少法为了保护一些青少年的朋友的部分 但是对一些障碍者同志来讲 他就是变成一个非常 非常一个 对我们障碍者是一种霸力 或是一种会妨碍我们重障者 在一个遗忘的一个疏发的一个方式 因为那些重障者 他们需要是透过智慧帮助处理的时候 我们成立的时候 其实就无法去帮助他 因为他会满心帮助 那我想请问最后 这个恶法到底是妨碍人事 对重障者其实伤害非常非常的大 感谢观看